单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频道 请记得搜寻东风卫视 而且扫描我们下面的QR Code 同时按下订阅钮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影片了 还有还有我们有很多独家的好康网络影片 只在这个频道独家播放哦 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吧 我想问一下崔芬 她前妻怎么样的心情 暧昧简讯 就这样秀给她看 长都不想长 我觉得她的前妻会做这个举动 就是说可能她长期的被你忽略 所以也许她感觉到她已经不被爱了 所以她用一个方式来帮助自己 离开一个不被爱的感情 对 然后她感觉 因为那个其实还是在暧昧的简讯 所以感觉好像未来还有一点希望 我感觉有一个人突然关注我 所以有些时候女性在婚姻中 长期被忽略 突然有一个人重视她的时候 注意她的时候 然后看到她的美好的时候 她们就很容易被拉过去 有点就是说既然你不重视我 有人重视我 那你那时候又没有表现出 你很重视她 对 那时候如果延到下个月的礼拜一 会不会好一点 我其实会感觉她们之前 如果说我是说假设 如果说你在刚发现简讯的时候 暧昧简讯的时候 那那时候可以跟她邀请她说 我们要不要好好的不管未来我们是分开 还是在一起 我们可不可以好好的去把我们这一段感情 做一个整理 那如果有修复的可能 我们可能可以要疗愈 因为其实你看到暧昧简讯 就算未来还要在一起 也有另外一个考验 就是要重建信任 所以也没有那么容易 那当然我会感觉的确 我从现在你在讲那件事 我从旁边看到她微微的眼光 还都泛泪 我觉得那一段 我知道你现在有幸福的婚姻 但是我知道那一段 你还是受了重伤 其实那时候也在想 自己处理过那么多离婚的案件 就没想到处理自己的 反正是最粗糙的 糙糙的 我真的有感觉她被伤到了 因为这不是她觉得最好的 一个处理的方法 没想到是自己的问题 对 今天老师讲的 我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那我们再复合 那我对她的信任感 是不是还在 我真的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哪一天 是不是她晚回家 我是不是要担心说 她是不是跑去哪里 所以真的信任感 我觉得在关系中 是非常重要的 那一旦被破坏 我认为要建立起来 那个其实真的 不是很容易的一件 花很大的力气 不是不行 但是要很用力 有时候人生就是时机 因为她不是这样的话 你也不去关注她 对 你们长期 越初离开可以越底都不联络 她要做一些方式 来换回你的注意 对不对 你要让你紧张 我自己认为变蛮多的 变蛮多的 因为我以前的 在上一段婚姻 其实我的婚姻观是这样 就是两个人结婚 并不代表说 两个人就是一定要有 一定要去干涉 对方的生活态度 你可以有你的社交生活 我可以有我的人际关系 当然这样子验证下来 好像这样的想法是不太正确的 因为变成后来我太疏离了 所以这一任 我就会 我真的会改变自我检讨 我会尝试的走进对方的生活圈里面 我会尝试说去认识她的朋友 如果她公司有什么家庭日 我会主动报名说我要参加 那我也会带她去参加我朋友的聚会 这在以前是不会发生的 以前我曾经 我前妻曾经邀请过我 去参加她朋友的聚会 我都是拒绝的 都不去喔 我就说我又不熟 去那边我就在那边干笑 就讨厌男生回答这样的话 对 就是讨厌跟你说不的啦 真的 真的不熟啊 我跟你朋友不熟 你们尤其是 如果是姐妹的聚会 你们姐妹她玩得开心一点嘛 有个男生在那边不是很尴尬吗 我真的很少参加 导致变成说到后来梳理了 那现在其实这个模式 我就是知道这个模式不对 因为你过度的放任 过度的不干涉 其实最后就是一种梳理 所以你现在学会陪伴了 对 现在同意陪伴 那你跟对方如果有些争执的话 你会一样痘痘逼人要吵到赢吗 现在其实不会了啦 也不会了 现在其实懂得适可而止了 对 譬如说像我太太有时候 她在罰单忘了脚 因为她也开车 她在罰单忘了脚 我就会说那下次就 要记得脚就好了 我如果是以前的 我一定大骂 罰单忘了脚 那你吃饭会忘记吗 你会忘记吃饭吗 你会忘记睡觉吗 怎么罰单忘了脚 这个钱白白就交给国家了 就浪费泡在水里面了 拜托 所以有时候真的变了 对 真的变了 那阿虎 你现在再谈感情 你觉得自己 有没有一些改变 你之前那种很敏感的 高自尊心或高自卑感的情况 改变了吗 我觉得现在我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没有那个屁股 就不要吃那个蟹药 真的 这个是什么结论 不是 是真的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 交了一个女朋友 然后我不能够就是 就是说跟她相处的时候 我可以就是 比如买单或什么的 如果做不到这件事情 又是买单 不只是买单或是给她一些 免单或买单 好一点的生活 如果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做到的话 我就宁可就先不交 因为我后来就是 那个之前那个 软烂的那一任之后 我交的每一任女朋友 我都是报复型的买单 报复型 就是说只要她就是 就第一个好可怜喔 买了一些东西 什么好处都没有收到 对 第一个真的是 比较辛苦 后来交女朋友 只要她要买东西 只要走到柜台 我一定冲过去结账 因为我不想要有任何 亏欠的感觉在出现 甚至到已经到 有点变态的地步 那个某一任女朋友 只是要帮她家里 家人买东西 她家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还是冲上去买单 就是我会 你是很好贏的 没有 就算不行 我也会撑着 不行你还是要买单 因为我就不要有 就是有对不起 有欠的那种感觉 听说你这种强迫买单症 有差点变月光族 对 因为那个时候 刚好又交到某一人 那对方她的工作比较 比较好 收入比较高一点点 然后就是常常要送礼这样 有一次就跟她去逛那个 香水店 她光买香水买四十万 我本来要买单 还好忍着 香水可以买到四十万 全部都是很贵的香水 没有 有很贵 一瓶大概一万多块 买四十万 送人 送闺蜜 送客户 大概是 四十万要差多久 那很快很快 你知道放心 这才放很快 当然这一单我就没有买 因为这一单就比较偏贵一点 然后后来跟她吃饭也是 她吃东西比较就是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因为她收入比较高 基本上每天都吃日料 吃那种无菜单 而且无菜单很贵 对 那这个当然我们还消费 其实但每天吃还是有点辛苦 然后有一次就去吃饭 吃那种无菜单的 我也没吃过 进入中也不知道怎么点 后来发现不用点 就坐在那边等着吃就好了 然后一边吃我一边紧张 到底是多少钱 对不对 然后试了 我想说好不好 我上个厕所 等一下出来结账 一出来之后 她已经把单结了 那单结了之后 我想说 强迫站上来 对 我就会觉得 有点不太好意思 然后她就说 那发票你要不要 她只是讲一句很简单 但是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发票要不要 意思是说要跟我勤款 你知道吗 人家只是她不要那个发票 她问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对讲 或是什么的 没有 我就觉得你要跟我勤款 可是我就看了一下金额之后 我就要想办法就是要还给她 可能不是给钱 可能是在接下来几顿饭 赶快我们赶快把它吃回来 我不要亏欠的感觉 就每天在吃饭相处约会 脑中都有计算机 我欠你多少 我要怎么还 所以她还在弥补当初那第一任 亏欠的感觉 我觉得有一点 只是第一任没有享受到 对 然后享受到后面 她只有免单而已 第一任的牺牲 完成后面的那个成就 翠辉你怎么看她们三位的改变 其实我觉得 觉察是改变的开始 那我真的非常替那个律师开心 因为其实相处非常需要参与感 参与感才会有共同的话题 然后才会有彼此 越是有参与 就越想看到对方 越是疏离 就越不想看到对方 那是在心理学是有依据的 所以你越是常常互动 常常参与 就越想看到对方 其实情感不会看腻的 反而感觉是越来越好 所以我觉得你后来的 婚姻的满意度 然后回馈度 然后这些参与度 都大幅地提升 所以前一段 有时候爱情谈得不顺利 没有关系 爱情就是一条自我探索的道路 你的那个养分会灌溉到下一任 那你的那个好处会灌溉到下一任 成人整数 后人成量 对 真的是后人成量 但是你自己只要从中有 不断地学习 成长 然后懂得怎么去爱别人 我真的觉得很重要 我很替你高兴 谢谢 谢谢老师 好 恭喜大家 这个可以再次拥抱幸福 我们今天谢谢 所有来宾的分享 爱情路上的点点滴滴 真的都不会白费 所有牺牲被吸分身 伤害被伤害的过程 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也离幸福更近一步 所以跟你的前任们说谢谢 也说对不起 祝大家拜拜